宏觀地看整體整個大畫面的話 我們只能看到所謂的下游作品的成果 但是這條線的上游就是這些作品如何生產 哪有空間生產 火炭這一區最主要目的反而是上游這部份 這是火炭全體大會投票決定的 部份成員的意見就是 我們每逢在Ibarso或之前RHK 在火炭都要再做一次 既然都要做了 不如放在一起做 開會的時候也有另一種意見 一月搞開放日都已經超過了十年了 需要有一些轉變 而調到三月有第三個意見 就是覺得可能會將一些在博覽會的觀眾 都可以帶來火炭 自己個人有同意又不同意 譬如我覺得火炭需要有一些新的想法 新的改變 但是我又覺得未必是說 將博覽會的觀眾可以帶來 因為其實那個觀眾的層面 可能也有一點點不同 一三和一四年 有這個民政事務局的資助 很多時候為了資金 我們做了更多的項目出來 我們在火炭不僅僅是年初的開放日 全年都有其他不同的事情發生 譬如一些叫做Industrial Tour 對內的去向火炭出到去 吸納一些不同層面的觀眾 那倒反過來 因為全年的運作 我們也都在其他場地 將火炭藝術家的作品帶出去 相反來說也都有一些聲音 就是可以縮小來做的 很可能火炭是反而做一個小本的經驗 原本在這個地區做文例工作的 會不會因為這個減產 而可以減少一些其他的行政工作 令到他們集中做藝術的發展 那這個是我想 在未來的一屆我們需要考慮的